这就让我得下结婚啦 这结婚也太容易了吧 跟什么玩意上 四叔 你干啥呢 你吓唬人玩呢 不然我下结婚一堆 真的呀 那你下下我跟小米粒呗 我上一遍呢 我自己的事都没解决明白呢 正好你来的正好 我要向黄小黄求婚 你给我搬干嘛 咱俩一起吓他呀 你吓唬他干啥呀 是怎么了呢 小黄啊 有结婚恐惧症 我想找赵刚子 帮我说一说 四叔 我觉得这事啊 你得找我二姑父 我二姑父在吓人这方面 是头的冠军 前任何都放在里头玩 哎呀 我跟你说 这小区没有我就不行 哎呀 不提我 怎么的了 二姑父 遇上什么难事了 你来了 我跟你说一件事啊 你说 那啥 那个 方小事啊 要向那个黄小黄求婚 好事啊 黄小黄啊 有婚姻恐惧症 好 他那怕黄小黄不同意 就找我大姑赵刚刚的帮忙 你觉得这是靠谱吗 上一边去 小四啊 赵刚子怎么着 就就比我厉害啊 啊 不是顺风咱俩从小玩到大 你什么样我还不知道吗 你知道啥呀 先把邻居们告诉他 小区最优秀的男人是谁 哎 两遍就乱了 你你啥样我不知道 我就问你 黄小黄脾气爆不爆 爆啊 二米粒脾气爆不爆 更爆啊 二米粒都让我治得成我媳妇的 你和黄小黄这点事 我给你搞不定 对啊 哎 你是不是有事 咱先走吧 我还有事 我给你撑着 哎 哥 干什么 你住啊 这么一听啊 还真得是你帮我这个门 黄小黄一会儿就来了 你帮帮我行不行 淡定 我是一个过来人 黄小黄来了 我跟他谈一谈 问他三个问题 帮你搞定 你可拉倒呗 二骨峰 二骨峰 你给我上一变子去 找找找算 找我 来了 啥事啊 来来来小四 一边站着 淡定 小黄 请坐 好的 小黄啊 我听说 二骨峰 二骨峰 我有事我先走吧 小黄啊 听说最近你对这个婚姻方面产生了一些恐惧啊 你咋知道的呢 不光是婚姻 我出对象我都害怕 不怕不怕 有哥啊 这样啊 哥问你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你觉得一个人生活跟两个人生活有什么区别呢 多一个人呗 哎呀 问你有水平 答得一针见血 你也没问 好那我重问 第一个问题 你能不能离我远点 第一个问题 你能不能离我远点 好好好 第一个问题 今天早上 早餐你吃的什么 油条 怎么吃的 就下楼买回来自己吃的 你不觉得少点什么吗 豆浆啊 对呀 光吃油条多干的呀 我不用了 胆定 你不觉得你少一个人吗 谁呀 我这问你 你知道二米粒 今天早上吃的什么 不知道啊 吃的也是油条 是吧 但是哥 下楼帮他买的 哥拿着油条上楼 陪他一块吃的 小伯儿 我也可以给你买早餐 陪你吃 好 病好点呗 还差一点 淡定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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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不能淡定一点 这才哪儿这才哪儿到哪儿啊 这才一个问题 小黄请坐 哎 那么好 我再问你第二个问题 这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你倒是问呐 小黄啊 当你生病的时候 你一个人是怎样度过漫漫长夜的呢 嗯 我回听了 我开启 我开启 一会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的 那么我再问你第三个问题 好的哥 你问 哥呀 你在厌弃之前能不能把这个问题给我问了 你能不能淡定一点 我紧张 第三个问题 小黄啊 当你痛苦的时候 困难的时候 忧伤的时候 受伤的时候 你是跟谁倾诉的呢 当我受伤的时候 那我倾诉的人挺多的 说出来 唇生 带爽 老许花 还有闷导驴 但他们情绪 悲哀呀 哥呀 我让你给他治病 你咋还给他灌多了呢 没看出来 没灌他就喝多了 小黄啊 你知道二米粒 受伤的时候 他是怎么度过的吗 怎么度过的 是哥是哥还是哥 手捧着肥饼 白准 肚子 陪他喝的 小黄啊 我知道 此时此刻 你一定有一大堆的问题要问我 问出来 那你们喝多以后 正是我要问你的 你喝多以后 怎么了 吐了 你呢 我喝多的时候 二米粒会打我 那你 挺着 人家有小圈圈 催你胸口 你哥在这 我随便打 幸福 哥 我觉得听你说完以后 我觉得二米粒特别幸福 哎 我怎么觉得我的恋爱恐惧症 好像好了呢 怎么样 哎 怎么样 方小瑟 咱俩聊聊啊 哈哈哈哈哈哈 好啊 二姑 你是头子 冠军 哥 大恩部演戏啊 应该做的 谢谢 前面 哎 前面 起来 哎 你不是说哎 你不是说请我吃饭吗 是是是吃饭 二米粒哎呀 哎呀 哎呀 黄小花 哎呀 哈哈哈哈 全小区最幸福的女人 谁呀 你呢 二姑 说的就是你 刚才我二姑夫 把你讲了一遍 老感人了 全喝多了 哈哈哈哈 我这什么都说啥了 哎呀 我现在才知道 你太幸福了 这话从何说起来 咱就从早上说起来 行 你今天早上吃的啥呀 油条 堆上了 那个是不是顺丰哥 给你下楼买的 完了陪你一块吃的 哈 啊 我得把你问问他 早上十点半之前 起床过吗 他知道早上看点啥样了 哈哈哈哈哈哈 我傻意思啊哥 我有天 这傻意思 哈哈哈哈 我是无论啊 啥 啥什么 啥什么情况啊 赵俊 大事定 大事什么定 没事没事 那我 我再问你 啊 阿米利尔 嗯 就是你生病的时候 那个是不是前顺丰 给你买药 完了一口一口 喂你吃的呀 没有啊 啊 那你是咋度过的呀 挺过来的 那个小黄 我感觉 要不咱还先走吧 你等会 我又不会在这陪呗 阿米亮 在你忧伤难过 最痛苦的时候 你都是怎么办的 别提了 只能找我的父母 倾诉倾诉呗 你不找他倾诉吗 就他给我惹的 我上哪找他去 那他不陪你喝酒吗 酒都让他喝了 一喝喝半酒 我一酥酥 一定走我嫂子的 方小丝 谁是粉 淡定啊 淡定 我感觉这里边 应该是有什么误会 还是让风哥解释解释吧 小黄啊 你好好说话 小黄啊 我就是想跟你讲一个道理 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 我们大家看 还走了呢 回来 前顺风 我就说这个忙不让你帮 不让你帮 挺好的事 给我办洗碎一会 小黄 哎呀 二姑 哎 你俩这太是时候了 你是蠢头子 冠军呢 不熟啊 要不还是找大姑帮忙吧 哎 我刚来跟我有什么关系 媳妇啊 怎么的啦 你这时候来干什么玩意啊 你邀请我吃饭吗 我就问你 咱俩在一块生活这么长时间了 结婚这么长时间了 啊 哎 你幸福吗 挺幸福的呀 咱俩生活当中是经常打打闹闹 吵吵闹闹闹的 我真正伤过你的心吗 好像没有哎 我小黄得了一种病 叫结婚恐惧症 我正给他治病呢 马上就要治好了 你可倒好 当机给他干医院去了 那你不早跟我说 这治病这事 我不比你在行啊 放心 现在我就接他处院 黄啊 黄 我给你讲就是 哎呀 街坊邻居们啊 婚姻啊 没有什么可怕的 记住我钱顺风的一句话 磕磕绊绊 有关怀 打打闹闹 有真爱